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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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以一个球来代表我们的空性 因为讲主要有个像 不知道怎么讲呢 有个文字像 道教是有无极 我们佛学是有中空的球体 我知道 我们本来是佛 我们是怎么开始 第一面是怎么开始无名移动的 无名移动 开始先形成了根根层 六根根层 六根加六层乘十八 然后在野世界二世界乘十八层 这是佛学里边的概念 其实对我们来说 我们不太懂佛学概念 就知道有六根六层 那就是自我 我就是这样 我就是根根层 包含六根 包含六层就是我 自我的世界就是这样 你的世界 包括你跟灭对的一切 是吧 那就是这些东西 在修行的过程中 其实 刚开始我们是佛 你通过见闻觉知 这些东西 分别性起来了 就像一个声音出现 你分别了什么 找是小汽车 你分别性一起 其实你的六根和六层 这个三维投影才能形成 你现在好像你是个物质的很强硬 其实这个六根是个三维投影来的 你才会认可自己存在在三维世界 它不是一个精子男子结合 你就能认为你在这儿的 是吧 你认为你存在在这个三维投影 你真实的认为这个是你 跟层它是从事 跟层同时认可 因为这个东西是个无常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 意识层面在刹那刹那变化 身体在形成代谢 它是每一个细胞不停地变化的 这个就像个发酵的 发酵毯子一样 里面的它就是 你能总确的一下子定义你在这儿 很不容易的知道吧 因为根深蒂固的认为这个是你 知道吧 就是因为你的分别性起来 这个这是六根嘛 你就认为这个六根是你 这么无常的一个东西 叉叉叉叉叉变化的东西 你竟然认为是你啊 知道吧 这个六根 这是个三维投影 但是你跟圣地固认为是你 是因为你的分别执着导致 因为你是如来空性 一分别 戒门觉着就是物戒嘛 那个戒还有什么 它就是无名一戒 无名的 它就是一念就是错了 它才有戒门觉着这些 那个戒也是个 看见了分别了 它就成了戒 本来就没有戒 本来就是个圆满的空性嘛 现在变成戒性 文性知道吧 因为风格变成六个功能性的 戒性文性才分嘛 是吧 本来也没有 无名一度分别性一起 才有戒性文性 绣性才有口 潮性才有六根的分开嘛 而且这样是一执着 你六根就有了局限的障碍嘛 然后你现在就一分别执着 你这个这个如来 根根成一百度是同时出现的 这个这个具体 这个说太多了 我就说 当你分别性一起的时候 戒门觉 这个无名一度的时候 分别 分明一度就是分别性起来了 就是执着了 分别性起来了 定义了 光明跟黑暗分开了 天地分开了 知道吗 当你一发现光明跟黑暗 成为这个是光明 这个是黑暗的时候 天地世界就产生了 你就产生了 时空就出现了 一度 无名一度 世界跟空间就出现了 然后其实六根跟六成也会出现 就是我是 这个不是 还不是真理啊 不能但是这样说 你在修正的时候 会明白一点 首先这样 当你无名一度的时候 就是 就此时此刻 无名一度的时候 不是遥远的过去啊 你不要去 遥远的 46亿年去找啊 此时此刻 此地 你一年无名 时空产生了 根成产生了 你才认这个是你 六根六成 你六根六成出现了 根成这个东西都产生了 所以你本来是佛嘛 你为什么无名一度嘛 不是也有人问佛嘛 为什么我会无名一度啊 佛说 谁知道你做人的乱想 你做得好好的 无名一度 谁这个没原因了 是吧 无名一度 好 你这无名一度分别行起 根成同时生起是吧 所以修行你不是 要不动嘛 这个如来是 你先出分别执着 这块破 你分别执着停下来 就不分别不执着 分别执着停下来 根成相对虚幻了 所以你不用看自己肉体是什么样 不用看外境是什么样 这两个跟你没关系 跟修行没关系的 你坐在这修耳根源头 耳朵的声音跟你是没关系的 这两个不用破 你破的是你的心啊 你的心不动就OK了 这个耳根的声音就脱落了 这耳根声音就文与所闻就可以静啊 动静二相 你这边分别性不起 动静二相不生 根成文与所闻就静了嘛 能闻的不是耳根吗 文性吗 文性啊 还有这边 这边脱落 这边就是对你不起作用 如果这个圆满的球打破了文性 你知道六个风格就打破了吗 是本来是圆绝的 现在分成文 借文绝 这分成六个了嘛 分成六个功能区了嘛 一旦有一个打破了这六个功能区 就不出现了 这就叫圆通嘛 那就圆了嘛 圆了就六根忽悠 就声通就出现了 就是打破了每一根的毛区啊 圆通就是打破每一根的毛区 始终就是分别性在作怪 知道吧 所以分别性不及平等慈悲 根层就能破啊 根层就脱落了嘛 根层就修这处叫下手嘛 是不是 我只是教你个下手处嘛 修耳根也行啊 修野根也行啊 你看上去 这每天坐在这儿 首先是 因为为什么我会把耳根跟野根提出来 让你们修 因为每天就在看 野根耳根是染得最重的 听声音看东西 听声音看东西 手机电脑 就是 从一根 就像你们谢观 从一根修 其实是更难 那个需要 整个登地菩萨那样修快一点 直接直接的瘸破 而且还同时在游戏 毕竟过在其他维度能做点事 还能够随缘度两切众生 边修边就度众生了 在修行的过程中 就度众生了 其实一根啊 就是因为那个从神面那个破 直接从时空里面解脱出来 因为生面是时间嘛 时空嘛 有时间你就有生面 所以那个是需要 有一些天眼 或者有些境界啊 或者是什么 我觉得就有意破 其实我是从一根破 我觉得 但是这个真的是很 你看那二十五位圆童的那个 二十五位圆童的菩萨在讲 他们的圆童的 有的是从一根破的 你看那些从一根破的那些菩萨 他的根气 你看他们天生具备的能力 他才走那条路嘛 就是他做的呢 他是发现他看得清清楚楚 他不用谢观啊 他直接正看也就看见了 他不用起念啊 你起念观就有点执着 就很难破 所以一根破比不快 不是说这不是一个根 知道吧 但是呢 比较难 你看呢 那些二十五位菩萨里边 每一位菩萨 他走别大根也圆童 他不是没走下去 他也走下去了 但是他的起点很高 就是要求那个是 他会说 哎呀我有什么我有什么 他在说的时候 他在根气里边 他就说我已经是这样 然后我才走到这个 就是他有能力的 所以修耳根也根 从这儿走 而且这个也是我们染的最重的 然后眼睛破分别 眼睛不分别是什么样的 心 也不是眼睛不分别 不是红的蓝的你不分别 是心不动 红的蓝的你心如如不动 知道吧 站在那儿 平等啊 还不是平等心啊 修心不要修眼睛 心不分别 是吧 看见一个讨厌的人来了 坐在你面前 你很讨厌的时候 你就想 哇 人家的讨厌 不是真的讨厌 是我心分别了 人家才讨厌 啊 你就这样想 他的讨厌也不是真实的 你的眼睛看见了 也不是真实的 是你的心已经在分别了 你定义了什么叫邪 什么叫正 所以邪恶就出现了 是你心已经在定 你别不是定义了吗 你定义 这就叫邪 这就叫正 难道修行不得破 把这个定义破掉 你怎么成道啊 你怎么远通 是吧 你就卡在三维嘛 在三维 这个是邪的 这个是正的 四维就不是五维 你知道对所有的动物来说 人类就是邪恶的吗 所有的人都是邪恶的 难道我们不是邪恶的吗 对所有的动物来讲 因为我们吃他们 他们都认为我们都是邪恶的 磨子磨名 磨子磨书 都是说那些磨子磨书 又来吃我们了 等等 但不管怎么说 人道推道来说 我们就认为 有些人是好的 有些人是坏的 是吧 好 当一个人很讨厌的人 坐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 他那个恶 恶是你提前 在心里面已经定义了 恶 邪恶 恶 所以你才看他讨厌 或者是你里面已经定义了 这个不好 你破的是你心里这个定义 你不动 从不动破 如如不动 怎么破呢 你因为你已经定义 本能的定义了 一开始你去不掉的吗 你还是很难受 他坐在你面前 那么 不管他说什么 你不动 不管他说 从不动开始破 慢慢的这个痕迹就弱了 然后你就开始 从这个正格邪里面解脱出来 解脱出来 才能成恶扬善 你才能真正知道 告诉他你就是恶的 你这个行为是恶的 你不是说这个人是恶的 你说 你这个行为太恶了 你会伤害很多人了 你能不能改一改 他说不改 他说不改 也不行啊 你最终你要么有英国 要么有法律的制裁 还有道德雨落的口水的谴责 道德雨落的 你这些如果多不怕 多不怕怎么办呢 到时候沉恶扬善了 你实在不行 你教育不过来 到时候那些 比如说有的打破杀 或者也是会杀了他 或者干掉他 但是那是你在心里面 没有正邪的那个定义的时候 你才能行私空性的力量 你才能用诸法啊 用这些其他一些 就是说什么样的厉害的手法去 去承认阳塞啊 在各个维度维护政法 你自己里面分别定义很多 又年龄又执着 自己还搞不起自己善个恶的吧 那个时候你说谁也没用啊 你杀他你就是造业啊 是不是 你杀他 你说说我是为了维护政法骂你的 我是为我 那他肯定不提 然后两个女儿肯定造成 但是你内心你已经正 从邪恶跟政里面走出来了 邪恶跟政的两个相已经不生了 然后外边的邪恶跟政就不影响你 然后这个时候翻过来 你就回归到空心了 这个时候你可以动了 你不是不动 你站在那儿 但是动个不动一个样 你也不会讨厌这个人 就算这个人再邪恶 你也绝对会孩子慈悲 因为平等所以慈悲 所以你站在那儿 你是说你这个行为是恶的 但人不是恶的 人不会恶 只是行为 那件事很恶 那件事很恶 你不能继续做下去 但他说我一调就像那儿 你可以任何手法阻止他 有的是怕他继续做下去 造恶一直堕地狱 你因为爱而做 去阻拦他们 但是不是这个人 你不讨厌这个人 你是讨厌他的行为 那个时候 你自然的出现了 你说 你说也是慈悲 不说也是慈悲 那就叫慈悲 那个慈悲就是因为平等 其实是一种平等 所以叫慈悲 他是没有里边没有 年年糊糊的情感的 不是那个不是 我们的善良或者那些 不是 他是带着平等型 他能够以各种角度 宽如所有的人 但是你恶就是恶 你那个行为就是有问题 他也会指出来 不是不指出来 而且他也会告诉你 真要不下地狱 甚至你不下地狱 你真要做 也会被法律制裁 法律不制裁 你道德语路的谴责 别人也会说你 在每一个维度 是有每个维度的善恶标准 不是随心随意 不是不懂 所以佛弟子不是说 最后你无分别 你最后不做 不懂三而不是 是在心中 把那个分别去掉 回到空性 然后呢 所以很多人会说 我无分别了的时候 是不是成了个无用的人了 你放心 会很有用的 你会更厉害 你六根的狱蟹形一打开 你圆绝嘛圆满 你会安住在佛 你才会感觉到 这个世界是没有遗憾的 没有缺失的 然后 当这个世界对你一点遗憾 一点缺失感也没有的时候 你才会在吃歌拉炸 所以每一个行为里 感受到生命的意义 就是很普通的事 哪怕你都在地上 跟蚂蚁玩的 你都觉得全然的在玩 你会觉得真的是很开心 很喜悦 很满足 不管你在这个世界是平均的 还是伟大的 你做总统的事也罢 做老百姓的事也罢 扫地也罢 擦桌子也罢 或者做任何事 你都很开心 而且很满足 就是满足感 因为生命就是很圆满 生命的圆满 而满足 否则 如果你回不去 你只要分别 你一定有缺陷 有缺失 有遗憾 一定有遗憾 而且你永远不会满足 不管你拥有什么 你继承 你只要有分别 你在这个世界 拥有金钱 你拥有任何东西 你的满足感 也不是全然的 没有办法比 所以一个人 所以佛子 要放成道理 所以你拿个国宝 换他不换他 这是个举例了 大家说他能做过我也能 只是说那个快乐 那个体验 就从分别开始 从眼根的分别 从眼根的分别 分别心不停 你是没办法成道的 分别心停下来 他也会指出你的问题 但是呢 他也是一般不会说很恨啊 或抱怨啊 就会很少 吸气欲望慢慢就进了 但是有时候 我们为什么有时候 做一些功德 或者说你要去做些什么事 是因为有时候 我们就真正的进入正法难闻 真正的法难闻 真正的法难闻 能够听进去 能够去走上路 因为有很多东西在帐道 你的时空 你是个法界嘛 你是活在一堆关系的因缘里边 你哪有 你只是认为你是这个 其实一堆关系的因缘 控制你 你坐在这你不自在 有些东西是各种关系把你包裹成 你不是你自己想成道你就想溜的 你跟成根你就没关系 你妈说了才算 你说六根六成根跟我没关系 你妈说 我还是你妈 你没关系 你试试 关系大着呢 是吧 你就一大堆关系嘛 是吧 怎么了这些缘 这也是修行里面 怎么了缘 好吧 了缘 然后呢 去把善你啊 做功德 去了你缘 各种情都是缘 每个情都是缘 怎么去善了 有些缘是我们身下就没法改的 比如说父母啊 兄弟子啊 由不得你改 身下就注定了那些缘 这些缘怎么在这一生善了 有些缘你可以选择 做或者不做 了或者不了 缘是了不完的 你要了下去没完 杂努力也了不完 有时候不知道哪个缘是 你没有正道空性 你怎么能知道呢 你又没神通怎么会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呗 那就等于是接缘呗 是啊 你就不叫了缘 你就是接缘 不断的接 反正你开始修行了嘛 你在破分别制作的时候 反正障碍 你觉得很多是浪费时间精力 障碍你修行的就少做了 有些事做开了很麻烦 就像打个游戏 有的游戏 四小时 有的游戏三小时 比较一下 要不打这个三小时的 也是一种选择嘛 因为短嘛 就像我看个那个 看电影还是电视剧 永远只选着看电影 因为太短嘛 直接就完了 你电视剧那么长 怎么能看完呢 浪费太多时间了 但是偶然说 瞧瞧星啊 今天又睡不着啊 晚上梦啊下雨啊 打开看个电影啊 但是看见那个电视剧很好 一看好多集啊 看看就是控制不住 你知道 就想看个结果嘛 那就算了 就不看 就是不让他开始就完了 这都是选择 表演的选择 那也是游 一看就是游戏上了 你就得看完 你老觉得心里想看看 那个人到底咋了 结尾是啥的 甚至有时候 但是有时候 但是有时候还想看看 中间那片 也行 这也是一个方法嘛 但是人生 永远看不到 最后一几秒不走完的 我只是拿这个比喻 我生活里边的事 有点远 你不走到最后 你怎么能看到结局呢 所以还是不开始的 好太漫长 哎呀 想想的好几年 也不知道结局是啥 三天不知道结局 三年的时候 哎呀算了 太长了 我就算了不走 是吧 但是如果你说你真有空心了 你真的真要跟我 其实三天三年 每个结局都是美的嘛 都无所谓 那就是你选择了 生命就长落在你手里 你怎么选择那是你的事 反正怎么走你也开心 你也喜悦 失败成果都好 没错 接受所有的结局 悲剧喜剧 接纳 也许有点苦没关系 那才叫体验 圆满的体验 就成道吧 还是继续修行吧 没别的好事做 既然已经上船了嘛 就好玩修 修行蛮简的就是坚持 要实修 各种法门也不是说 我从一根修 从六根 哪个根也可以圆通 但是佛不是学了二根嘛 不是那比较利的根器 才能说 嗯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只是奉为达我吗 你看 这不是自夸嘛 我说我是从一根修的 然后你说 你不是利根嘛 那我就不知道 你说嘛 开玩笑 六根修足吧 每一根也都 要懂得的话 破分别性这一块的话 六根都不存在 每一根 就是哪个也成 只是说佛真的是 那也是为初学 初学讲的 我们离开休息 时间太久了 忘了 把生生世世世 学的那些东西忘了 才分六根啊 还分得这么细 直接拳破 站在那 直接拐闭六根 你就像 你要 你自己在修正村 哪一根都试过的话 你看到二十五位菩萨 就这样翻 这也行 这也行 哪一根你都试啊 因为一个老师 你要讲 你每一个菩萨 在说的时候 你都要试一遍 你都要在自己根上去试 去了解 不是老师说 讲二根就 正二根 其他根不懂的 不是那样 你要翻哪一个根 介绍 哦 这样我试一试 哦 这样我试一试 不能试一试 我都说 哎 挺好的 他的根也挺好的 会这儿不能 哪这儿不会 其实就那么简单 就像做膳子一样 会就不能 你搞通畅了就不能 不搞通畅了就 就其实买了 真的没那么复杂 真的是人太聪明了 这些东西真的蛮简单 我自己觉得蛮简单 我每天听你讲 就觉得好简单 然后那个经书 你才对的 听着讲 经书是 经书有一点写得多 我讲的戏 我讲的戏 就是说然后他用翻译的就是 他做别的就挺难的 比如说你们做这种行为 你们 其实人类的很多事很难做 先休息真的 放下一些东西就能了 就是把工作放下 停下来 停下来就 有些 有些 怎么念什么 别乱想就行 你刚多简单了 就是说不动 多简单 完了才知道我们都是多动真 需要需要不分别 除一根也行 他这样的卸关就卸 但是让歪歪 那还不是 十八戒除六根都 关来关去的吗 法相中就是那样嘛 法相就是除关法相之后虚忘了 你走一根怎么走 我看了一下 就可以了 太厉害了 还是不说了 看了一下 毕竟空嘛 看了一眼就毕竟空 毕竟空 太厉害了 不说了 空 你 可以 你 不说了 你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